欢迎收看《畅所预言》 印度河流与文明有着对自然崇拜的理念 所以在古印度的神话中 日月星辰与山川河流都被赋予神性 人类也能够经由锻炼与修行得到力量 在神秘与华丽的外貌下 存在浓厚的人情味 无论是神还是人或者是动物 都存在着爱恨情仇 不断的破坏与重生 正与邪对抗正面交锋 这些故事优美动人 让人们摆脱苦难 同时展现对幸福美好的渴求 也表达了人对于秩序的追求 理解自己应尽的责任 与面对人生应有的智慧 故事极了声 预言误道理 欢迎收看唱耍预言 尖战兄弟流放生理的期限 快要结束了 现在是最谨慎的一年 为了不让别人认出身份 他们来到了摩差国 隐性埋名的过日子 不过摩差国的空族元帅 企图飞里黑公主 被布君挥拳打四 布君在掩埋尸体的途中 遇到了金猴挡路 双方差一点就燃起了冲突 金猴挡在路中不肯让开 布君告诉他 神猴哈努曼和他是同父异母的哥哥 有其兄必有其弟 事项的话赶快让开 要不然一脚踩死你 金猴听完哈努曼的英勇故事 也赞叹不已 不过他仍然没有要让路的意思 金猴说 你也看到了 我的体积那么大 随便动一下就会喘到不行 你非要从这里过去 那这样吧 你自己移开我的尾巴 空出一条道路过去吧 布君看金猴的行动 是这么不方便 也起了同情心 于是 伸手要去把金猴的尾巴移开 可是 这一条尾巴 好像有千斤重一样 布君的力气算大了 他竟然移动不了 布君用尽浑身的力量 还是无法移动一小步 布君开始怀疑 这一只金猴 应该不是普通的猴子 搬出神猴哈鲁曼的名号 也吓唬不了他 看他这么淡定的样子 如果不是神 就是个妖怪 布君恭敬 试探性的问 请问你是天神吗 金猴默默不说话 眼神瞪大 和布君对视 彼此都在等待 对方下一步要做什么 是金猴和平让路呢 还是 布君会耐不住性子 挥拳打金猴 经过一阵的安静 金猴突然跳了起来 身轻如燕 啪一声打在布君的肩膀 布君吓一跳 举手要反击 金猴却突然笑了出来 金猴说 兄弟 我是你的哥哥哈鲁曼呀 布君睁大眼睛 不敢相信 金猴上前一把就将他抱住 布君这下才反应过来 高兴的大笑乱蹦乱跳 金猴说 你把我形容的那么英勇 听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布君心情很激动 一直央求哈努曼 变一些神功给他看 哈努曼立刻就把自己 变得非常巨大 好像顶天立地一样 让布君看得目瞪口呆 下一秒 他又把自己变得非常的渺小 微小到 让布君都感觉不到 他的存在 其实 哈努曼正站在布君的肩膀上 一直到布君哀求 哈努曼才变回原形 兄弟俩聊了一些近况 布君也告诉哥哥他的计划 哈努曼告诉布君 你们兄弟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我这一次来就是要告诉你 我支持你们兄弟反攻回向城 到时候我会出现帮助你们的 现在空主的尸体就交给我来处理 你放心的回去吧 兄弟两人紧紧拥抱之后 依依不舍的分开 布君一向很崇拜哈努曼 有哈努曼的支持 布君信心大增 回到皇宫之后 他把和哈努曼相遇的过程 告诉他的兄弟 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 尖战兄弟隐藏在摩拆国的生活 到目前为止还在安全 没有被人发现身份 为了找尖战兄弟的下落 南迪派了大批的人马 往四面八方分散 他们将城市 山川 森林等等 一切人可居住的地方 都搜查了一遍 可惜 至今没有好消息 这些人担心空手而回 会被南迪定罪 干脆就禀报 尖战兄弟已经死在荒野当中了 南迪派出的人马 往森林搜查的回报说 尖战兄弟死在荒野中了 往山谷搜查的人马回报说 尖战兄弟摔下山谷了 还有一队人马 把整座城市翻片 最后回报说 尖战兄弟和人打架 早就已经被打死了 南迪不知道 哪一个资讯才是正确的 就在这个时候 传来空竹被杀死的消息 南迪怀疑 这件事情应该和尖战兄弟有关 他赶紧找加尔纳来商量 怎么让尖战兄弟现身 南迪想到一个办法 由他率队进攻摩擦国 不过 他并不是要汉人打仗 他是要去摩擦国 去抢牛羊 如果尖战兄弟藏身在摩擦国 他们一定会出来作战 到时候就曝露身份了 加尔纳提议 不妨联合其他的国家一起进攻 这样胜算比较大 于是 南迪就去找了 长期跟摩擦国不合的三血国来合作 三血国的国王善佑 极力支持南迪的提议 他也认为 现在正是个好机会 这个时候去攻打摩擦国 要抢走他们的牛支还有财富 简直不用费太大的力气 善佑王说 空主是摩擦国最勇猛的元帅 元帅都死了 摩擦国的军队就如同一盘散沙 国力势必大受影响 南迪和善佑王一拍即合 他们按照计划 善佑王率领三血国大军 当先锋部队 从南面率先攻城 目的是要把摩擦国的军力 引到南方来 然后再由南迪从北面发起进攻 善佑王从南面杀来 一路抢走摩擦国大量深处 和百姓家所有的财物 城里面乱成一团 百姓哭声四起又无力抵抗 只能够任凭敌敌人抢夺一空 几个健壮的男子 为了要保护家人 还有乡亲 不惜和敌军对抗 结果就是横尸街头 摩擦国的钢前对国王说 敌人无端发起战争 抢夺我国的深处 还有财富 我们不能够在这里 坐以待毙 虽然空竹元帅已经死了 不过我们宫里面 还是有很多的人 他们都是优秀的战士 他们都有过作战的经验 不如就由我去集结 这群优秀的人士 大家挺身出来迎战 请国王发给大家武器 让我们和军队一起作战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在刚前的号召之下 包括厨师牧牛 馆长谈天 牧羊人卢索 乐师逍遥等人 都自愿出来迎战 《畅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 为亲子共赏 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畅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畅所预言》节目制作 跨播账号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有了这么多优秀的战士 自愿出来迎战 国王皮罗扎非常的感动 他很有信心的对军队喊话 一定会拿回我们自己的东西 经过了一场激战 山洋王的军队小赢 结果皮罗扎王就被敌军抓走了 摩擦国军队又陷入了一片混乱 国王皮罗扎让儿子优多罗 留守在宫中管理政务 他自己率领主力的军队 迎战三血国军队 双方展开一场激烈恶战 死伤无数 最后皮罗扎王被山洋王抓走 深处被抢劫一空 摩擦国军队大乱 布军奉命立刻去救出皮罗扎王 只见他狂吼一声 转身拔起一根大树 就要往外头走 还好 及时被奸战阻止 奸战告诉布军 绝对不能够单独去应战 以免暴露行踪 因为这有可能是南迪设好的陷阱 想要引用我们现身 经过一阵布局 布军跳上战车 手持弓箭和宝剑 长驱直入敌邦 布军的实力不在话下 他一出马 不但救出被俘虏的皮罗扎王 还把善幼王火捉回来 摩擦国反败为胜 军心打坐 正当摩擦国南方告劫的时候 南迪率领巨儒族大军 从北方压来 一路还劫走成千上万的深处 刚且派人去请太子幽多罗 迅速派兵追回深处 没有想到 年轻气盛的太子 当着百姓的面夸下海口 他说 大家不要紧张 只要有人来替我驾车 我不但能够打败敌军 我保证 一定会把牲口追回来 还给大家 黑公主听到太子的话 大胆的向太子提议 听说 教公主舞蹈的巨伟 他以前当过阿周纳的车夫 他的驾车技术肯定很不错 由他来替您驾车 这是最适合的人选 于是 化身巨伟的阿周纳 就被叫去替太子驾车 阿周纳高超的驾车技术 驾着战车行驶 有如云霄飞车一样 随着跟巨如大军的距离越来越近 优多罗 优多罗开始感到惊慌失措 吓得六神无助 优多罗哀求巨伟 把战车开回去吧 他一个人怎么对付庞大的军队呢 这不是白白却送死吗 巨伟没有理会优多罗 他就是个娇生惯养的太子 除了会说大话之外 什么也不会 优多罗看巨伟还不停车 他也不管了 不是跳车摔死 就是被敌人打死 最后他选择跳下战车 转身狂奔 巨伟把马车掉头 追上太子 把太子重新拖上战车 巨伟说 既然你那么害怕 不如你来驾车 我去对付他们 巨伟把马车的缰绳交给太子 要他把马车停靠在一处大树边 巨伟请太子爬到树梢 把上面有一个木盒拿下来 巨伟打开木盒 里面都是天神送的神器 让优多罗看得目瞪口呆 巨伟对太子说 请你放心 这场战我们不会输的 阿周纳一时没多想 就把真相告诉了太子 他说 其实一直陪在国王身边的钢铁 他就是尖战王 寓厨木牛 他是布军 负责照顾马匹和管理动物的人 分别是五种和接天 服侍王后的宫女池梨 她真正的身份是黑公主 至于我 我就是阿周纳 阿周纳公开了五兄弟和黑公主的身份 就是希望给太子信心 叫他不要害怕 太子优多罗简直不敢相信 传说中的英雄竟然就在自己的国家 而且还帮他驾车 太子勇气倍增 看着阿周纳驾车冲下敌军 手里的神功拔出了巨大的山下 震惊了四面八方 聚罗族的大军听了这个声音 各个吓得直发抖 阿周纳凭借着自己的天兽罗号 和甘迪波神功 迎战聚罗族大军 神功不断射出如暴雨一般的利剑 造成聚罗大军死伤惨重 阿周纳很快的就找到了带头的南迪 南迪没有认出来他是谁 以为摩擦国的战将 自知打不过对方 就把抢来的东西丢下狼狈的逃跑 阿周纳继续打败了杜纳等其他人 使得巨儒军队溃不成军 纷纷落荒而逃 摩擦国已经胜利 阿周纳派人回去报信 说太子打赢了圣战 此刻正赶着被敌军抢走的深处胜利返回 国王皮罗扎听了非常高兴 立刻下令准备隆重的欢迎仪式 这一场庆祝典礼由国王皮罗扎亲自主持 大殿里面挤满了人 国王的喜悦全部写在脸上 国王有满满的骄傲 他没有想到太子在一夕之间长大了 不但勇敢的面对敌军 还打了圣战回来 这比他自己打赢还要高兴 国王打算要在贵宾的面前 好好的炫耀太子的攻击 参加宴会的宾客陆续进场 大臣招呼宾客入座 现场一片喜气 这个时候 钢茄、木牛、巨尾等五兄弟 穿着隆重的衣服 看得出来是经过了精心打扮 仿佛他们才是今天的主角 五兄弟一起进场 他们没有听现场人士的指挥 神情自若地坐在王宫贵族的席位上 皮罗赵王看得很不高兴 下人怎么可以坐在贵族的位子上呢 国王脸色大变 示意要人把这五兄弟赶走 太子优多罗心情很激动 向国王解释 这五个人就是班渡无子啊 优多罗慎重的为大家 一一的介绍 尖战、布军、阿周纳、五种和接天 优多罗对国王说 是阿周纳打败了巨卢大军 他才是真正的英雄 在场所有的人简直不敢相信 一起共事的下人 竟然是救了国家的英雄 国王皮罗赵对奸战兄弟 非常的佩服 他惭愧地对奸战说 以前我就听说过你们兄弟的大名 没有想到你们近在眼前 我竟然不知道 这段时间你们兄弟尽心侍奉我 在我的国家面临危险的时候 还救了国家 国王说到这里 现场响起一片掌声 大家都同意国王的说法 也把奸战兄弟当成国家的恩人 国王继续说 我非常的感激你们 班渡家族对我们可以说是恩重如山 我愿意把国家奉献给你们 作为报答 相信在你们的带领之下 以后没有人敢随随便便的 七步摩擦国了 同时我还要宣布一件喜事 我要把我的女儿至上公主 嫁给英雄阿周娜为妻 国王说完 现场再度响起掌声 久久不能停止 现在兄弟没有接受国王的好意 他们有自己的国家要争取 至于阿周娜和公主的婚事 也没有照国王的意思进行 因为阿周娜是公主的老师 算是长辈 所以国王另外安排公主 嫁给了阿周娜的儿子姬昂 成为了阿周娜的媳妇 在欢乐的气氛中 南迪的使者送来口信 大家听完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就下招了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唱所欲言 我们下次再见 唱所欲言是十方法界卫视 为亲子共赏 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欲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欲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欲言节目制作 话播账号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嗨 你在等什么呢 跟着我一起翱翔宇宙天地 看 那有宗斯 赫拉 阿波罗带地 还有普罗米萧姿 回到远古的西兰 开心旅行英雄的神话 浩瀚宇宙星空里 勇气让世界精彩神秘 来到奥里帕斯的天地 就算心灵已经很疲惫 装神说在的美好世界 依然为你绽放着美丽 一二三四五六七 生活到处是惊喜 咦 是傻瓜牡羊 情话金牛 开心双鱼 倔强狮子 孤单处女 还是幸福水平呢 美丽的阵容 奇幻的色彩 它是星座的王国 管它温柔还是狂野 看过毒药就是唯一的解药 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 不管是国王还是皇后的城堡 群星我对山耀之缘和你 就在风中紧紧地拥抱 爱是美丽神话 星辰永不打开 爱不成离开 变成一颗痕迹 永远照亮我的心 我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